2017 年 Paypal Body MC 第十一條 今次的題目就是問一間限制的好處 當然它通常會有一個比較的對象 這次比較的對象就是Soul of Partnerships 這個題目是在Composible Part 裡面的 Pousiness Ownership 裡面都幾常見的一個比較的題目 這次是想問一間限制的好處 第一個題目是 Pousiness will not be closed upon withdrawal or damp of the owner 第一個題目是正確的 如果大家知道Limited Company 其實它本身有一個很大的特性 我們說Limited Company是屬於一個 我們稱為Separate Negral Entity 即是中文在那個 解釋上這些叫做一些獨立的法人 即是獨立於它的屬於存在的 所以假設的屬於公司即使不存在 即使出現不在到底或是不存在的話 即是Business會一直持續在 即使用了Limited Company的名字 然後跟它存在 所以我們亦衍生了一件事 其實它那個好處是 它的好處是 它會有提高值的持續性 我們來看第二, 第二來說, 設定價值是低下的 但實際上我們說二是錯的 因為如果你對比這個Sober Partnership的話, 設定價值應該是高一點的 因為牽涉到的手續會比較多 最簡單, 除了要做一個商業登記之外 第二, 你還要做一個商業登記公司的動作 所以它是高一點的, 所以二是錯的 再看第三, Profit Tax Rate is lower 其實也是錯的 我們說, 其實在 Profit Tax Rate 來說 一家Limited Company的 Profit Tax Rate 其實是高於一個Sober Partnership 這也是一個高一點的 所以這只是一個好處 2和3都可以說對於Limited Company來說都是一個Disavantage